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 我們第五收段 台南一聲 流一段時間的節目 我是節目朱祺林 台南董 朱雪 流一段 好來 現在繼續來講這段 這是童心的 童心也不重要 因為我們這段 流的時間是拜時 應該我們禮拜播出已經大家都知道了 出門代表民眾出山 其實 我想在考慮來 我們在馬上有你親的人 差不多十個 八個 九個都是說 應該是出門的過 說出門 老實說 並沒有代表 第一點沒有代表出門比較好 也沒有代表出門在台上比較贏 沒有代表喔 如果這兩個問題 可能 令人的解釋都不一樣 有的人 我看有的人也沒出門 出門沒出門 有人說 哇 六十多 你做得不好 我還不知道 二十多 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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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好賣�śl sub&t at Roku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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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sen 用主意就說,當然如果有個人在書店要說的,就要公開標台, 沒有必要去說你要停什麼。 再來,當你要停,你也要說正面的。 你為什麼要停這個,為什麼要停這個? 不要這樣,鬧鬧鬧鬧,選完,大家怎麼不受傷。 這樣,這是海事民心黨,所以一開始我在電視,我就主張說, 不會就比較快,要出戰,不然你三月、四月,選一間,就有拖到。 不然,譚伯說,如果他出戰,大家的勾結, 說這個差不多,雖然六千塊錢也有人說,這六千塊是贏的, 六千塊自己也認為他會贏, 其實很多人來人都知道,不要。 為什麼出門,贏得多?很簡單,有幾點。 第一點,他的行政資源太多了, 他在說到什麼? 說到什麼?未來,他現在,他的任期是明年五、五、十九年, 中間還要一年的時間, 還可以吃錢的人,很多的行政資源, 可以吃錢,不要說有一些行政的, 民進黨的立委、外委的生理人、 官員的朋友都在一大堂, 剩菜啦啦啦咬咬的,幾萬年, 也要再拖出,他們社會上的影響來拖出, 這就是他十幾個贏, 這賴清德一定比較不好。 第二點,他民調的性質來看, 這我也說的是, 賴清德表演出來,他比較獨牌, 他比較台獨, 那獨牌在台灣的市長有, 十五%至二十%這大概有的, 這一次賴清德出來, 只有二十幾%嘛, 二十%就有的, 但是,他很明顯的, 台灣的制度就是, 統徒很明顯的, 其次都是兩端的, 統徒很明顯的, 也是行動的,統徒黨的, 國民黨有一些多性的, 他的天力也十五%, 那獨牌,旗幟很鮮明, 就差不多十五%、二十%, 也是那些人, 統徒那些, 他就說得難聽了就是, 那種不敢表態啦, 不敢不敢這樣, 像科匹這樣, 不敢不敢啦, 倆子你加親啦, 要稍微賤就好, 我以為大家也沒稍微賤, 這問題是, 他要把你推啊, 你要怎樣? 這就是, 那他這個角度, 也出的問題會比較優勢, 因為, 老實說, 他過去這三年來, 會讓我們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獨牌, 你會說, 沒有人沒有耶, 這也不敢, 那也不敢, 南海問題, 你也不敢, 跟全世界騎走火, 去賣中國, 美國已經是, 很需要台灣, 現在標台清楚, 你又這樣, 不敢不敢這樣, 當然是, 台灣主要是靠美國啊, 美國停止, 就應該加強下去了, 其實, 蔡英文, 讓人覺得, 土的這個, 土的這個議題上面, 沒有人沒有耶, 一定在民調上面, 不見得不好, 就說一些比較溫和, 就說一些, 就沒有什麼意識形態, 反對意識形態的人, 也覺得, 好了, 這就好了, 當然, 他有一些, 有欄票, 蔡英文, 因為他幾六行, 都說過了, 我一直在電視講過, 外國分一包, 三四十塊, 他在醫生, 同性戀的, 什麼退改, 公教退改, 這都結識很多, 但是這些人, 有兩種, 一種就說, 杜蘭的, 真正杜蘭, 他不說嘛, 他不會表態嘛, 因為他們也不喜歡賴清德, 好, 如果真的要逆操作, 他就操作賴清德, 他就照嘛, 另外一種就是, 沒有表態, 操作賴清德, 但是這個, 說實在啦, 這個, 台穿的, 這些人也不懂, 他如果, 逆操作, 這些人也不懂, 所以這個, 形成一個問題, 粗算的四角, 如果對方, 幫你逆操作, 他就要怎樣, 不然你這個比較冷, 他就要回去, 所以他這個, 看到蔡英文, 贏的機會也比較大, 這個第三項, 就是說, 其實在這幾十個, 包括美國, 對台灣的台度優先, 中國, 齁, 又要把他欺負六百, 這個, 尤其過去, 韓國瑜勝算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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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引起一些台灣人的憤怒, 至少一般來說, 如果國家有危機的是, 你八成有一些堵欄, 對中國有堵欄的, 會都會反省, 對這個, 對這個, 對這個國家玩笑, 就說, 停國玩笑, 不然, 不然, 還是要停了, 還停了, 再停了, 在他那裡, 那一清就, 又要民眾分裂, 分裂又, 又要打拼了, 國民黨又要更分裂, 哇, 就亂七八十, 在這個國際局勢, 美國停台灣, 中國要打台灣, 台灣還剛才, 因為韓國瑜贏了, 開始走進走進, 好像要處理撞下去, 這些因素倒起來, 創他們也有利, 所以, 製造的, 還有, 中性選票, 還有, 這個, 國際局勢, 都對, 尤其剛才, 這兩天, 香港剛才, 你老, 香港剛才, 你老, 你老的人, 基本上會覺得, 對賴清德, 會不會更刺激, 如果國民黨, 會不會賣得更快, 小英刺激, 有一些, 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空間, 所以, 我聽說, 民調出來, 那些刺激, 差不多, 10% 好像30幾% 還可以到20幾% 這應該是, 我看, 沒有那個, 故意性的作弊, 有些結構性, 那也不能叫作弊, 就是標崗的, 就, 自然有一些評議, 這樣吵著, 這樣吵著, 沒辦法, 基本上, 這個角度來看, 我認為說, 民調的結果還好, 但是, 現在的問題, 我們同媒體來講, 要怎麼處理, 六千塊這些支持者, 會有一些不爽, 我當然, 我當然, 同意說, 六千塊錢, 我怎麼有, 我看, 七八千, 我怎麼會歸隊, 還回去, 但是, 七八千, 還回去, 還有兩三千, 沒辦法倒, 庭大帝, 庭大帝, 現在六千塊書, 沒辦法, 有喔, 這要怎麼化解, 這是第一項, 再來, 你割英文, 現在只贏這個不好, 贏上半場, 下半場, 國民黨, 齊選擇, 齊選擇, 齊選擇出來, 他的社會怎麼處理, 還有柯P, 王金平, 這都有可能參選耶, 他這個牛丁的皮膚, 是一種, 原本是二選一, 現在一邊都多選, 多重選項, 他有可能, 不一樣的想法啦, 齁, 這兩個, 題目我們做會來改答, 齁, 就是說, 賴清德, 應該怎麼給他一個定位, 還有, 這個, 出門, 要怎麼贏, 你贏這個粗算就不好, 粗算贏, 不是總統的, 你做了, 齁, 齁, 現在好, 我來自拍的,